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朝代不停地更换 一直到后周的赵光印,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为止 中国才又统一了 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后唐与后梁之间 后唐有一个文武双全的能人,他叫李克用 李克用文能治国,武能平天下 在这乱世之中,他打下了大片的基业 而他的儿子李存旭则继承了他的战斗天赋 建立了后唐 建国前夕,还有一个必须要铲除的国家 大梁 这是个颓废之国,以达末日 但是,瘦死的骆驼,后唐这匹大马 还是很难一口吞掉他 因为大梁有一个人 这个人以一人之力挡住了整个后唐的钢铁洪流 这个人就是王燕章 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中最璀璨的军事天才之一 李存旭在他面前黯然失色 可惜的是,大梁国主不信任他 整个朝廷也不信任他 但是后唐的冰封竟在咫尺了 大梁皇帝已经冷汗沉沉 怎么办呢 他想起了王燕章 皇帝急不可耐了 上来就问 王爱卿,几日能退敌 朝堂寂静无声 都在等艳王燕章 说一个或长或短但准确的时间 而不是磕磕巴巴的敷衍 王燕章说 三日 三日后 王燕章果然退敌了 然而 接踵而来的是 皇帝换掉他主帅位置的诏书 王燕章输了 朝堂上的 原来都是不怕死的人 他们宁愿国破家亡 也不愿意等他凯旋 在朝堂上来个大清洗 结果自然也很明了 后梁灭亡了 王燕章也被李存旭抓住了 李存旭看中他的能力 希望他可以弃暗投明 但是 王燕章宁死不屈 既然无法救国 那就以身殉国吧 无奈之下 李存旭下令将其斩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